第三是多解羌佛办公室 第39号公告 一直以来有一批做丧师的 也就是法王尊者 佛佛法师阿什黎们 乃至文法丧师和非丧师的佛教徒 出于自私自利贪图众生供养的目的 为此说各种讲话欺骗大家 这些人怕人们发现自己不具丧师的资格 或者自己诈骗弟子和他人的行为被曝露 便使用各种托词和借口 千方百计阻止佛弟子们请进第三是多解羌佛 阻止佛弟子们阅读第三是多解羌佛办公室的公告 致使当前伤害佛弟子的情况很是严重 现在公告所有是人 凡是阻挡佛弟子请进第三是多解羌佛 凡是不准佛弟子阅读第三是多解羌佛办公室的公告 凡是破坏第三是多解羌佛办公室网站的人 不管他是什么身份 不管他有多大的名声 无论此人用什么借口开脱 他绝对是一个骗子或妖邪 哪怕他他具有明确的圣德转世身份 现在都已经沦落为邪师了 佛弟子们必须远离这种罪孽之人 否则一定与这种人同当黑夜 永远轮回不得解脱 同时你们遇到这种情况或这种人 可以来信告知第三是多解羌佛办公室 再次告诉大家 要增长符会学佛成就解脱 我有公文第三是多解羌佛的法音 依解脱大手印借心经说真谛和什么叫修行 落实在自己的行持当中 要认真读懂第三是多解羌佛办公室的公告 才会确保不至于上方受骗 第三是多解羌佛办公室 2013年10月9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